吹牛大王力险记 第七章 重返家乡 不久之后 俄罗斯和土耳其休战了 我和其他的战俘被释放回圣彼得堡 不过 那时的我非常想念家乡 所以 打算回到德国去 我雇了一辆马车 马不停蹄地朝我的故乡飞奔而去 而当时 整个欧洲恰巧碰上百年难遇的寒冬 连太阳都升了洞窗 直流鼻涕 这下 太阳放的光就不再是热的 而是冷的了 所以 你们可以想象到 我一路被冻成了什么样了吧 当我们经过一条狭窄的小路时 我叫我的车夫吹号角 好让对面来的马车闪到路旁 等我们先过去 因为在这么窄的路上 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时走两辆车子 车夫拿起号角全力吹 可吹了半天 一点声音也没吹出来 没办法 我只好从马车上下来 卸下两匹马 把马车往肩膀上一扛 接着一个剑步窜到了路旁的荆棘 然后 又一窜 把马车扛回到小路上 放到了对面来的马车后面 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后 我又把两匹马夹到了胳膊下 然后 又和刚才那样一窜再一窜 把他们送到了我自己的马车那里 接着 我和车夫把马套上 向附近的旅馆驶去 进了旅馆后 我们才舒服了一些 因为旅馆里有个非常暖和的大壁炉 车夫取下号角 开始和我聊起天来 正当我们聊得很开心的时候 号角声突然响了起来 滴答答 滴答答 啦啦啦 我们惊讶极了 但是 我马上就明白了 在冰天雪地里 声音被冻在了号角里 发不出来 现在 号角被暖和的壁炉给轰热了 声音也就化了洞 从号角里冒了出来 神奇吧 天气竟然冷到连声音都可以冻住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呢 我知道你们当中一定有人不相信 觉得我在湖边乱造 对此 我只能说那是你们太没有见识 要知道 我经历过的离奇事情可不止这一件呢 想听 那就继续往下看吧